富人走在马路边突然不小心跌倒 昏倒路中央 结果后方货车没注意 直接撞伤 富人倒在马路中央 投入破裂当场被碾毙 家属接到通知痛哭失声 难过的不敢置信 警方赶到现场后立刻围起封锁线 在现场踩正 而肇事车辆早就已经逃逸无踪 但事发地人车稀少 没有人听到撞击声音 也找不到目击者 富人遭年的地点就位在基隆中山三路 港区专用路段 17号晚间47年次田姓富人 被人发现时 整个人倒卧在马路中央 投入破裂 早就没有生命迹象 巧好的事 死者还正好是基隆八斗子派出所 所长的丈母娘 而警方调阅沿线监视器后 不到一天就寻线逮到肇事驾驶 做完举举别录的时候 车主是表示说 当时他没有看到地上有 妈妈 没有想到妈妈刚出门 短短一晃眼的时间 就发生意外 天人永隔 让死者家属完全无法接受 好在警方及时逮人 也算给受害家属 一个交代 记者朱定容 廖宜志 吉隆报道